基隆市长林又昌即将在今年年底卸任 基隆市议员张渊祥咨询时表示 近八年来中正区新丰街仍然看不出来 有具体的交通改善计划感到惋惜 基隆市中正区的新丰街 两个里新丰跟新府 这两个里只要上下班都大塞车 交通的问题本会的同仁多次也提出来 当时我记得市长是以这样的话语 或态度来回答 您的说法是新丰街先天不足 后天又失调 交通 我个人的解读就是没救 那新丰街现在还在开建案 或许不是市长当时做的规划 市长任内做的规划 市长任内发的建造都不是 但毕竟他也是一个人口集中 集中市市民居住的地方 长时间接受这样子在恶劣的你所谓的先天不足 后天又失调的状况之下 金融市政府不应该做一点其他更静静的规划吗 有没有机会他能够有连外道路的产生呢 市长林又昌解释指出多项原因确实让新丰街交通改善 没有具体的计划可以执行 之前也曾经想过 从新丰街的比较南端就是你在讲的我儿的那个路口 那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八旗重化区的一个案子 那之前都一直在讨论 能不能从条河街然后八旗重化区 那个地方能够切上来 切上来新丰街的这边的这个路口 然后从这个地方有一个出口 可以往这个条河街来做这个 这个引流 来疏解这个地方的交通的压力 不过这个最后并没有定案 因为中间还牵扯到一些都市计划的问题 还有这个私人土地的问题 那另外八旗重化区到现在 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定案 在这边跟你做报告 也就是说新丰街的这个问题 市政府还有我包括市议会的很多 不只是中正区的议员 其实大家都绞尽脑子 甚至包括地方的里长跟社区的管委会 其实大家也都一起动了脑筋 那这个地方比较困难的还是 因为它的尖离峰的状况不太一样 尖峰的时候就是大量的骑机车要出来上班 这个时候交通是的确是非常拥挤 那离峰的时候的阶段相对就好得多 所以这个地方大概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然后另外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对面的社区要到新富这边 然后很多的很多的人行道 有说要弄斑马线的 有要弄行川的 有要弄红绿灯的 所以这个在在都造成这个地方 交通上的一个缓解跟困难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